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喜欢对镜自拍的女明星,杨子傻气,热巴很拉风,冯提莫人间小可爱 说起自拍来,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尤其是女生,十分喜欢自拍 平时没什么事的时候都会自拍几张,然后修一下突发动态 日常生活中,我们喜欢自拍,然而娱乐圈的女明星,也有许多人喜欢自拍 尤其是当她们闲下来的时候便对自己的美貌欣赏不已 她们参加某些盛典或者出席活动时,都会有专业的化妆师、服装师以及造型师为她们塑造一些形象 然后摄影师会给她们拍照,随后还会有修图师为她们修出极为好看的照片 当然了,除了专业团队出图,她们平时也会自拍 尤其是拿着手机对镜自拍 接下来就看一下几位女明星对镜自拍的情况 第一位杨子 杨子是娱乐圈最火的小花之一,平时作品不断,参加活动也很多 但大多都是工作室出图,很少有自拍照,尤其是对镜自拍 杨子的这张对镜自拍,显得有些傻里傻气 尤其脸蛋的腮红特效,搞笑韵味十足 第二位钟楚希 素来有女神之称的钟楚希,这次的对镜自拍十分欲解,港风范十足 这张图还把钟楚希的身材展现无疑,其身材实在是太棒了 而且她还化了浓妆,各种搭配都像一个港姐 不过,钟楚希的作品很多,每次塑造的角色都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三位迪丽热巴 来自新疆的美女迪丽热巴,能歌善舞,其身材也十分好 作为杨密工作室的人,迪丽热巴被杨密一手捧红,随后她也出了许多代表作 比如《三生三世诊》《上书幸福》、《触手可及》等作品,都曾在娱乐圈热播 迪丽热巴的这张对镜自拍同样十分拉风,其宫装裤直接把女性身上的那种萨爽感觉展现出来 迪丽热巴的上身也十分瘦,她穿的无袖背心把整个人的性感风拉满 第四位鼓励娜扎 同样作为新疆美女的鼓励娜扎,其身材也十分好 相比起热巴的对镜自拍照来看,鼓励娜扎稍微温婉一些 这次的对镜自拍照稍微有些舒女疯 而且鼓励娜扎穿的衣服和手机壳的颜色很配,简直都融为一体,十分好看 第五位冯提莫 最后不得不说一下罗莉小美女冯提莫的对镜自拍照了 她的对镜自拍十分自然,而且穿了一件短款毛衣,伸手时直接露出她的腰 不得不说,冯提莫的身材管理太好了,其腰上一点儿坠肉都没有 而且网友觉得她的对镜自拍很可爱 尤其是这一张,其大大的眼睛占满了半个屏幕,十分有感觉 冯提莫和这些演员明星比起来,其表现力一点儿都不差 甚至觉得她还分外可爱,温柔 以上就是几位喜欢对镜自拍的女明星,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位呢?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